由蔡英文总统担任召集人的私改国事会议筹备委员会 其中一位委员听众朋友很熟悉 就是常常可以在总统就职 双十国庆等重要场合看到的首语翻译员李正辉 他以中华民国听障人协会顾问的身份加入 而他首先所想要修改的就是刑法第20条 因亚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这一条 力推司法改革 私改国事会议筹备委员会 邀集了来自金融 媒体和社福领域的17名委员参与 也包括了拥有法学硕士 以及丰富手语翻译经验的李正辉 以中华民国听障人协会顾问的身份加入 首先他想要提出的就是刑法第20条 因亚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 已经从民国二十四年 到现在应该要修法 只针对因亚人士 那那个时空背景是因为 以前没有听语障教育 所以他们对社会一些常态失误的认知 法律的认知都几乎是零 所以给了他们给他们一些特别的保护 那现在已经这么进步了 不管我们的听语障教育 或者其他的社会资讯的传达 对他们来讲事实上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障碍 那对他们减刑到底是一种保护 还是相对的歧视 或者是让其他甚至有些人会有心的去利用 这样子的规定 那这个都是在司法事务上面 比较不公平的规范 至于英雅二字是否有负面歧视的意味 根据教育部国语词典解释 英雅表示口不能语 李正辉认为并没有歧视的意思 刑法第二十条要怎么改 很有讨论空间 另外李正辉也希望 司法体系当中可以提供更无障碍的环境 整个的审判过程当中 手语翻译的角色 到底没有被完整的彰显出来 那包括手语翻译员的专业的认证 是不是在这个体系可以做一个连结 有的人甚至没有执照 他都可以到法院去翻译 那对听语帐朋友 是一个权益上面很大的损失 后端的包括他们如果一旦 有受刑事处分 要入肩服刑的 那在整个的教化过程 没有手语翻译的介入 那他们怎么教化这群听帐朋友 如果听张朋友有任何意见 可以透过司改博士会议的网站留言 或是直接写信过去 司改博士会议进行意见搜集 分组讨论 结论预计明年五六月出炉 记者综合报道 反对日本核灾食品进口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在昨天率领一级主管 号召了上万人走上街头 从自由广场出发 走到了距离总统蔡英文官邸 最近的财政部前 警方架起蛇笼 巨马严正以待 但有国民党干部试图闯入 与警方发生了推济冲突 带着公网瓢盆反对日本核灾食品书台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率领一级主管 号召外人走上街头 从自由广场出发 这中间有什么交换 有交换请他说出来 什么样交换的条件 要用我们的健康去交换 从自由广场一路走往警服门 凯纳格兰大道 公园路最后走到距离总统蔡英文官邸 最近的财政部前大声抗议 警方早就架起蛇笼巨马 严正以待 代表了七成以上的名秘 来到这里 我们为什么看到的是巨马跟蛇笼 巨马跟蛇笼 阻挡了名秘 阻挡了名秘的怒吼 蔡英文官邸就在眼前 有国民党干部要突破巨马 与警方爆发推挤冲突 警方不停透过广播警告 主席人墙要防止有人闯入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游行平安收场 为了展现反核实的决心 国民党扬言 这只是一开始 要蔡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 记者林姓郭俊林台北报道 新竹市光复高中学生 在圣诞夜感恩游行活动 装扮成纳粹德国亲卫队 引发了争议 校长程晓明认为自己难辞其咎 请辞负责 而教育部也成立了专案小组 除了究责之外 也会加强台湾学生公民历史教育 避免再度发生这件事情 新竹光复中学校庆举办变装游行 学生穿着纳粹军服 举着纳粹旗帜 还跟在一辆有纸箱改造的战车 后面绕行操场 原本以为有趣的照片放上网路 却引发各界谴责 校长陈晓明 下午宣布要请辞负责 陈晓明认为自己监督无方 难辞其咎 教育部长也认为学校的做法不妥当 将针对老师学生等人 从上而下通盘检讨 学校没有严格把关 将纳粹屠杀以娱乐方式呈现 台北市家长协会也认为 这凸显台湾历史教育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们只提供一种答案让学生们去了解 然后通过考试来认证了这样的一个答案 这背后的这种教学的困境跟盲点 也使得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也不足为怪了 陈副表示台湾的教育就是背书和考试 造成学生不懂得去思考查证 才会导致他们对历史的认知过于肤浅 而目前教育部已经针对事件成立专业小组 除了就责之外也会加长台湾学生公民历史教育 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度发生 记得珠子一谢其文台北报道 高雄一名两岁男童 因为睡觉的时候眼睛没有完全闭合 有蚂蚁钻入了他的左眼 而蚂蚁的残骸留在眼睛里磨损了眼角膜 造成也左眼并发蜂窝性组织炎 视力只剩下了0.1 幸好及时就医 否则要是蚂蚁钻入了脑部 不止视力就不回来 就连生命都会有危险 小朋友爱吃甜食 吃完后手脸若沾黏糖粉 一定要记得洗干净再入睡 高雄一名两岁男童日前睡觉睡到一半 发现眼睛肿到张不开还持续刺痛 母亲紧急将他送医 发现男童眼里有蚂蚁残开 损坏了脚膜 让男童左眼并发蜂窝性组织炎 男童先天眼睛无法全闭合 又喜欢吃零食 疑似手指或身上有饼干蟹 引来蚂蚁钻入他的左眼 医师说幸好就医的早 否则蚂蚁再往脑部钻 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说人的眼睛虽然有反射动作 可以眨眼闪避重体或异物 但还是有例外 异物飞进眼睛千万别揉 应该闭上眼 让泪意带出异物 免得伤害脚膜 记者王天许正俊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续 viet的中文字幕续 37万别 洛杉…? 台前面 完 准当 事 says ars 辞